哎呦 为什么头发一直翘起来啊 好烦哦 大家好我是景 今天呢 我要延续上一本 上一次讲的话题 就是 这本书里面 带给我 故事的 一些 启发 那么 故事开始前呢 先讲个题外话 有的人会说 我也想看书啊 但是我没有时间 这样子 那在我看来呢 未必是 你没有时间 只是你看书的欲望 还没那么强而已 因为如果你有时间 做其他的事情 我相信你同样 可以把那些时间 拿来看书 我说没错吧 那么呢 故事呢 发生在日本的江湖时代 我们的主角 清玄呢 是一名 寺院里的 僧人 住持 那有一天呢 这个寺院呢 来了一名 吴世家的女儿 名叫殷姬 那殷姬呢 之所以来到这个寺院呢 是因为 前几天啊 他的父亲的一名兄弟呢 在家中 被闯入的盗贼 给杀害了 还夺走了 他们的传家之宝 所以我们的殷姬呢 就来到了这个寺院 希望能够为他呢 去做一个祈福 这样子 那有一天呢 清玄呢 就在草安里 为这个殷姬 送金这样子 结果突然间呢 发现呢 我们的女主角 殷姬的这个袖口啊 掉出了 柯友 他名字的 就是清玄 这两个字的 名字的 相盖 那清玄当然很震惊啊 那原来啊 在17年前 清玄爱上了一名 叫做白菊丸的少年 没有错 所以是同性之恋 可是在那个时代呢 四人当然无法接受 这个同性恋嘛 所以呢 两人就相约一起 跳海 那白菊丸就带着 这个香盖 这个定情的信物呢 就跳海而亡 可是呢 清玄呢 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所以呢 他就带着满满 心中带着满满的罪恶啊 来到这个寺院 然而啊 今天带着这个 他的香盖 来到清玄面前的殷姬呢 让他认定 他就是当年那个少年 白菊丸的转世 清玄的痴情的追求 跟哀求之下呢 殷姬并没有接受 清玄的恋情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幅服饰会呢 就是在描绘呢 清玄纠缠着 这个殷姬的 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在过去17年前呢 从未接触过 女人的清玄呢 在他情欲 以及他自己 所相信的 这个浪漫转世说面前呢 显然啊 他已经无法再继续 担任这个 住持生人的这个身份 甚至不惜手段呢 将他幽静起来 也想要得到 殷姬的这个爱慕 然而有一天啊 一件事情 打破了这个僵局 就是呢 由一名盗贼呢 闯进了殷姬所 住的那个草庵 那殷姬一看 才发现 这个盗贼呢 是当年曾经 侵犯过 他的盗贼 那甚至呢 还为他生下了儿子 不可思议的是 殷姬并没有 憎恨这个盗贼 反而呢 还时时刻刻的 念着这位盗贼 那为了记住他 他还在 自己身上 刺上了 跟这名盗贼 一模一样的刺青 再次见到那一晚 当年那一晚 让他 念念不忘 让他心爱的人呢 殷姬呢 跟这个名叫 全著的盗贼 又开始了偷情 又开始失奔了起来 可是呢 寺院呢 当然就传出了 这个八卦 但人们以为啊 跟殷姬游览的是 我们的男主角 清玄 但是呢 清玄呢 竟然呢 承担了这个 莫须有的罪名 因为他相信 殷姬就是白居丸的转世 他爱着殷姬 于是呢 他就与殷姬呢 接受了这个 葬行的处罚之后呢 就变逐出了寺院 他以为他这么做呢 可以换得殷姬 对他的放心 然而事实上 并没有 那 清玄呢 之后呢 也向殷姬 表达结尾夫妻的这个 就是告白嘛 的这个 哀求 但是呢 殷姬仍然 拒绝了他的 因为殷姬呢 心里还是想着 那个盗贼全主 那这件事情之后呢 殷姬呢 就沦为了 花街里的一名妓女 可是我们的痴情男主角呢 清玄仍然爱着 我们的女主角 殷姬 他甚至找到了 当年跟殷姬 发生关系的 那个盗贼全主 他们所生的小孩 找到了他 并且帮他们 抚养了 这个小孩 而且呢 就在有一天晚上呢 清玄带着这个 他拿着一个钱袋啊 然后里面装着这个 香盖 那想要去 前往 去找殷姬 然而就在途中呢 被寺院里的 之前里 也是另一名的和尚 残月跟殷姬 家里的一名家臣 给发现了 那殷月呢 跟这名家臣呢 就想说 啊 我们清玄是不是 想要去买那个 殷姬一个晚上 这样子 于是呢 他们呢 就用蜥蜴 所做成的毒药 去把清玄 活活的给毒死 那讽刺的还没完啊 清玄的遗体呢 就刚好让这个 盗贼全主呢 来埋葬 那就在 埋葬之时啊 殷姬找上了全主 那冰死之际的清玄呢 听到了殷姬的声音 便奋力的爬起来 抱上了殷姬 那殷姬一阵恐慌 又把我们清玄推回 就被推回土里 然后被刀剑给刺死了 那故事还没结束啊 就在某一天晚上呢 清玄呢 又再度的 化成了幽灵 出现在了殷姬的面前 并且呢 讲述了 那个香盖 白菊丸的故事 并且告诉了 殷姬真相 说当年杀死你父亲兄弟的那名盗贼 就是全主 那殷姬知道真相之后呢 才万念俱灰的 杀死了盗贼全主 以及他与全主 所生下的那一个孩子 那夺回了传家之宝 再度复兴 他们武士家的这个荣誉 那故事到这里呢 才彻底的结束 撇开这个故事的结尾不谈 清玄跟殷姬的故事呢 就让我想到现代社会上的许多男男女女 清玄呢 把殷姬当作是白菊丸的转世 只是清玄自己浪漫的这个一厢情愿 那殷姬满脑子想的都是 让他那晚夜夜神格 却又舍后不离的渣男全主 更悲哀的是啊 清玄呢 他还替他们养小孩 时候呢 人愿意继续当个工具人 让殷姬可以找回他们家族的荣誉 可以清玄可以说是因为盲目的单恋啊 被彻底的利用了到底 以为他所做的一切呢 这样子可以换来殷姬对他的爱 然而却已被人玩死这样的悲剧收场 真心换来的是绝情啊 那类似的事件呢 我们在新闻上呢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 什么女友给男友劈腿啊 老婆给老公戴绿帽啊 甚至有老公呢 帮小王养小孩等等等等 那现代啊 多的是像清玄这样的人啊 因为对女人的需求感太重 也许呢 是生活中遇到的女人太少 所以就会有溃乏感 那这样子一昧的讨好女人啊 换来的就是好人卡工具人的下场 特别是在台湾这个畸形的直播产业啊 有多少只是只有外貌的女人 她可能只是在镜头前穿少一点 说说话 就有无数个男性疯狂的抖内给他们 那么花了大量的时间呢 金钱跟精神投注在这个虚拟的表象上面 结果最后却是连人家的手都碰不到 真的是非常的不值得 就跟我们的男主角清玄一样 那如果把这样的时间金钱跟精力 花费在自己身上呢 我认为呢才是明智的 那看书只是提升自己的其中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一样去学一门语言 或是培养自己的专长兴趣爱好 或者是把它用在充斥自己的试验上面 都好过你把钱丢给那些人 提升自己呢就是爱自己尊重自己的表现 你爱自己自然就会有爱你的人出现 即便没有你的提升是货真价实的 并没有任何的损失 总好过呢你把它花费在那些 只有外貌的女人身上好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啊 我抖内我开心就好啊 我不求回报啊 真的吗 真的不求回报吗 那金刚经里面啊 佛陀曾经问过他的弟子说 东邦虚空可思量否 那弟子说不可思量 接着佛陀又问说 南西北方上下四围 虚空可思量否 弟子也回答不可思量 接着佛陀就说啦 若菩萨不住向故事 忽得亦父无事 那如果你抖内能做到这样子 不执着那才是真正的回报 然而我们都知道嘛 抖内的目的都是想干嘛 而结果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可能连手都碰不到 所以啊社会上有很多公主病的女孩 那其实就是有那些无条件供养她们的男人 所以养出来的 那其实这只是在养一群废人 当社会上有一群人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整个社会的竞争力就会往下滑 所以啊尤其是男人啊 应该把这个关注力啊 金钱时间 精力呢 都用在自己身上 想想当初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原本想做什么 那自己的初衷是什么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个才对 那下一集呢 我将跟各位分享一位西方的大作家 我认为呢 他就是所有男人都值得去学习的一个典范 那如果你想知道是谁的话呢 那就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集见啰 拜拜